另一個就是你也是看好晶片股 其實是美股和港股 你都有選擇了一些深水晶片股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有哪些股份 還有值得跟進的呢? 我覺得這個 ON的話 現在算是剛剛開始 創完新高之後調整一些下來的 這個基本上是可以保持住 因為都三連陰 昨天開始初步傳聞 譬如你等它已經跌完了 再起動一下 起動一下可能上70.07以上 這樣的時候才去做 這個都差不多可以看一看 另外就是1385 1385這個就比較飄得高一點 都是創新高的 這兩隻都是 雖然港股美股 市其實近期都一般 但是這兩隻都是創歷史新高的股份 近這幾天是創新高的 但是現在來說 你說 那1385 又真的要等落回整個上升軌 其實你看到的 你將6月這裡拉出來的上升通道 或者你保力加通道 如果你不知道怎樣叫上升通道的話 那大約是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這個其實是不是一個 可能大家聽一個定實的價格會比較明確一些 但是就不是看著實的價格 是看著它整個trend的上升通道的底部 今天就是32 但是這個是會變的 因為是一個移動的線來的 這些全部都是